海軍陸戰隊3號進行漢光演習預演時 因為海上奏變突擊挺翻腹造成三個人命危 而當中最晚獲救的26歲蔡慶上賓 因為傷勢嚴重 家屬忍痛放棄急救 另外還有兩個人在跟死神拔河 不過這起意外發生之後 一名海軍教卷部楊姓少校被人發現沉失在寢視 由於他是這次操演的訓練教官之一 也引發了關注 軍方調查之後也發表聲明 表示楊姓少校責任感重 加上對同袍情誼深厚 疑似感到自責 發生喊時 不好意思喔 接過一下 蔡慶上賓在預演中喪命 二哥捧著排位來到殯儀館 爸爸常忍悲痛 一路跟隨 這酒可是我不是很害怕 我家屬都很抱怨 我家屬都很抱怨 一種不錯 26歲年紀叫家屬怎麼接受 3號上午約11點40分 先送往醫院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緊急葉克膜急救 但傷勢嚴重 5號凌晨0點36分 家屬同意放棄急救 宣告死亡 到非常的沉動 也非常的哀傷 與不捨 我們希望家屬可以保重 當天海軍陸戰隊進行操演 傳出有士兵艦涌浪逼近 出聲警告要大家抓緊 但話說完 突擊艇就翻覆 蔡新上兵因此喪命 另外陳新上士 和道新中士 還在急救中 都喜歡 對小孩子那麼多 道新中士的親友 為他禱告 本身育有四名子女 最小的才兩歲 小孩在祈福卡上 呼喚爸爸加油 盼爸爸快點回來 抱抱我們 太太更要丈夫 拿出過人意志力 對抗難關 而同樣還在醫院的 陳新上士是高雄人 民政局代理局長 前往醫院慰問家屬 只是意外發生後 一名海軍校准部的 陽新少校 被發現在寢視 自我傷害 端送性命 而他也是這一次 聯合登陸作戰 操演訓練 造官之一 是否調查 壓力過大 該員並未受到 任何長官的責難 配合檢票 釐清智商原因 敏感時刻 軍方啟動調查 由於陽新少校 平常工作認真 與同袍感情深厚 曾經透露 這預言意外 感到沮喪 雖然未受責難 但疑似責任心中 深感自責 發生憾事 記者綜合報導 花蓮五號清晨 傳出槍擊案 兩派人馬在KTV爆發口叫 其中落信男子這幫人 到對方棠口雜場 一個人被砍死 背部刀傷 長達30公分 而王姓主席 也料人尋仇 燃放信號彈 印男子中彈自行就醫 而主席人 在逃了七個小時之後落網 警方也持續的追查 是否還有共犯 並將涉案延續 依法總辦 一群人從白色轎車下來 手持棍棒到仇家堂口怒砸 沒想到引來殺生之禍 警方火速趕到現場拉起封鎖線 在草叢發現一名20歲落信男子遭砍 背部有長達30公分的刀傷 送一搶救後仍然宣告不治 而事發當時還傳出了好幾聲槍響 放鞭炮的聲音啦 放鞭炮的聲音就對了 對啦 大家都當作廟 一個廟的廟 幾百都放鞭炮啦 槍擊案發生在花蓮 五號凌晨三點多 洛杏男子一幫人 和王姓主席人馬 在KTV發生口角 隨後洛杏男子這幫人 就到對方堂口砸場 王姓主席氣得立刻撩人尋仇 燃放信號彈沿街找人 兩車最後在吉安鄉 展開飛車追逐 其中王姓主席三人下車追砍 洛杏男子開槍反襲 造成對方一人中彈 但最後還是被砍到道地不起 在七個小時之內 集體王姓等市民主席到案 訊號依殺人槍暴 擊中多歐等罪嫌移送法辦 警方初步調查 雙方姬遠已久 在KTV9後爆發糾紛 才會引來一連串衝突 將持續擴大追查 是否還有其他共犯 這個綜合報導 全台灣居民最有錢的李在哪呢 財政部最新公布的資料 全台最富李是台北市市林區 在陽明山的永福李 平均的收入是425.2萬元 那麼第二到第五名通通在新竹 新竹市東區的觀新李 平均所得304.6萬 占全台第二高 而且跟中位數259.6萬相差不大 人口呈現均富狀態 反觀全台最富李的永福李 中位數只有86.1萬 可見當地收入高低明顯差距 台北市中鎮區東門李速來有 全台最富李的稱號 原因呢就是因為 鴻海集團的創辦人郭台銘先生 他的戶籍地就是落腳在這裡 不過今年他調出了地名寶座 外界就研判有可能是因為 被郭台銘先生卸任鴻海董事長 一直跟他的資產起落有關 郭董啊帶上來了 台大也靠這邊 有些醫生他們就買到這邊來 還有電信級的啦 他們也是都高收入的 就算讓出全台最富李的寶座 但附近居民收入還是很不錯 統計二零八年綜合所得 最富李前五名也出爐 第一名換成位於陽明山豪宅 林立的永福李 平均收入高達四百二十五點二萬元 第二到第五名 通通位於新竹 也就是外界口中 竹科新貴的居住地 其中新竹市東區的關心里 不僅平均所得三百零四點六萬 佔全台第二高 而且跟中位數相差無幾 人口呈現均富狀態 反觀全台最富李永福李 平均所得高達四百二十五點二萬 不過中位數卻只有八十六點一萬 可見當地收入高低差距明顯 就是本身就是戶數跟 人口數比較少 那只要有幾個 我只是講有幾個 比較有收入比較高的 他一定會把整個 居住拉得非常高 全台最有潛禮 大典名從地理環境到 產業聚落都是成因 九三林凱鈞台北藏寶島 雲林沿海地區 是國內文革的主要產地 但最近養殖業者發現 文革大量暴斃 損失至少六成 主要是因為上個月 梅雨加上烈日曝曬 影響到水質 加上正好是文革產卵期 導致大量死亡 也讓養殖業者損失慘重 恐怕也將影響到文革價格 一籃又一籃的文革 幾乎全數死亡 讓養殖業者實在無奈苦不堪言 從池子裡撈起來的文革 經過機器篩選 再經過一次人工篩選 但多數都開殼死亡 活下來的文革少之又少 死掉的文革都被集中堆放 就好像一座一座小山 雲林台西是文革的主要產地 不過最近文革大量暴斃 損失至少六成 暴斃的文革比可收成的文革還要多 梅雨季跟夏天跟秋天 那兩個季節 這兩個季節剛好也是它的殘暖期 它最虛弱 所以就很容易暴斃 原來上個月的梅雨造成 餘溫水質在短時間內 嚴度產生改變 加上烈日一曬 溫度升高 水質加速惡化 導致文革暴斃 養殖業者承受巨大損失 先前因為疫情影響 市場需求較低 貨源還算充足 不過現在市場需求慢慢增加 加上中秋節即將隨之而來 恐怕文革的價格也會逐漸上漲 記者郭正義雲林采訪報導 離島旅遊人潮暴增 台灣火航支援同集團的華信航空書運 讓不少的旅客很開心 直說搭大飛機更有出國的感覺 就像是被免費升等 不過因為訂票的時候 都是由華信航空的櫃台辦理 因此很多的民眾拿到機票之後 其實都搞不清楚 自己搭的到底是台灣火航的飛機 還是華信的班機 而我們獨家追蹤帶您看到 其實從官網訂票 仔細看一下機型欄位 只要上面寫著A320 就是台灣虎航的機型 以嵩山飛澎湖來說 每天有11班是虎航班機 5班是華信原本的班機 因此搭虎航飛澎湖 機率還比較高 好 我們這邊報導 台灣虎航飛機 這回支援同集團的華信航空 幫忙輸運離島人潮 因為訂票時 都是由華信航空的櫃台辦理 到底搭的是虎航還是華信 多數人都搞不清楚 很多人拿到正機證的時候 因為上面沒有寫機型 所以也不知道遞搭的是台灣虎航 還是華信航空的飛機 直到地勤拿出這一張 綁上隨身行李條 才發現原來自己搭到了虎航 我都送我買票的 那你買票的時候 也特別看一下是哪一個班機 不會 我不知道 我是來的時候才知道 不是 不是 是小台的 我剛剛有問 那有想到大家會平衡的嗎 有想啊 華信的機型 通常是單走道一排只有四個座位 但支援的虎航機型則是A320 單走道卻有六個座位 整體看起來更寬敞 有些人覺得搭大飛機 更有出國的感覺 其實在訂機票時 搭哪種飛機有機可循 從官網訂票仔細看 機型欄位只要寫上320 就代表是虎航的機型A320 或是可以在官網點選7月增搬 就能看到所有搬機的時間 松山飛澎湖每天7點 8點20 10點05 11點40 一整天下來 只有11班是虎航飛機 比華信本身 每天飛的五個航班還要多 另外松山飛機們 每天早上8點10分 有一班虎航可搭 暑期去旅行 想營造出國感 你也可以提前規劃 解釋蔡如推報導 位在台東嘉明湖西南方的嘉明媚池 今天傳出了一名登山客疑似中風 空勤總隊也出動了直升機救援 不過到場的時候卻發現 原本人煙稀少的嘉明媚池 這個週末竟然擠滿了上百個人 而且有數十個帳篷駐紮 難道是報復性出遊嗎 對此林婉初表示 由於進出嘉明湖 有人數上的限制 再加上商業團體拉客 才會有不少人選在嘉明媚池紮營 但目前嘉明媚池沒有納入管控 林管處就擔心過多人潮湧入 可能會造成環境負擔 空勤總隊出動直升機支援 因為5號上午 傳出在台東的嘉明媚池 有登山客疑似中風 人士順利被救出來 但是抵達嘉明媚池時 卻看到這個景象 人本人也罕至了嘉明媚池 假日卻湧入將近上百人 一旁還住宅數十個帳篷 藍的 黃的 紅的 全都有 原來民眾因為人數限制 上不了嘉明湖 紛紛轉往嘉明媚池紮營 嘉明湖的床位其實是很有限 就用抽籤的 商業的公司他們就會說 大家就上去就一定有營味啊 很多遊客就會報名參加了 根據了解 嘉明湖因為有人數控管 不少人抽不到山屋 無法前往 乾脆就選擇在嘉明湖西南方的 嘉明媚池雜營 再加上有商業團拉客 吸引民眾湧入 網路上還有人分享 從介茂司登上嘉明媚池的路線 不過由於嘉明媚池 並沒有納入管控 眾多民眾湧入 恐怕造成環境負擔 另外嘉明媚池目前有多少營帳 領館處坦承難以估計 嘉明媚池出現暴富性出遊場景 另一頭領館處設法約束 只求能在民眾的休閒娛樂 以及自然環境間取得平衡 介入林翔 台東報導 需要公開王子進入設置 詞重開王子進入設置 精